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十二月 第一个星期三 我们跟义工同学 做例行的谈话 在这一个月 我们在华严的课程里面 学习过十字载 十种自在 这个摄波龙 最近在大用无方里面 讲到普贤德 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将普贤菩萨身运 做了详细的说明 从华言 我们明了 佛陀的教学 根源是什么 这个不能不知道 依据什么道理 来教化众生 中国 五千年 祖宗传统的教育 是根据能力 特别是能力里面的第一句 父子又亲 所以中国的教育 就是这种亲情的保持 与发芽广大 光大到凡是人皆虚爱 所以它超越了国家 超越了种族 也超越了宗教 这是我们无能不知道的 那佛陀的教学 是根据一切众生的本性 在中国只说到 人之粗性本善 本性本善 可是佛给我们讲 那就太详细了 太清楚了 所以这是华言经上讲的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德相 你们看这个表上 这列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 一切祝福 教化众生的根本 佛就是以这个道理来教化众生 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要知道 那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自己做错了 自己做错了 就认真去忏悔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两个小时短短的时间 把我们最近所学的 是自在 是波罗蜜 普贤德 我们做一个温习 用最简单恶药的 来谈谈呢 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这真正才能得受用 那么首先 要把佛教这个根 一定要认识清楚 如来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如果经常讲佛 佛是讲相 讲形象 讲如来 那就是讲本性 意思并不相同 佛 有如来智慧得相 众生也有如来智慧得相 没有两样 只是佛觉悟了 众生迷惑了 虽有自己并不知道 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就是见闻觉知 你看能见 也能见 而能听 鼻能嗅 谁能长 身能粗 亦能知 这个就是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 是本有的智慧 一切种成本有的智慧 你要是觉悟呢 你就用得正 迷了呢 你就把它用邪了 用错了 所以换一句话说 佛门里面常讲啊 用心的 不能用错 用错了 就变成十八戒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地狱出生 用错了 用正了呢 那你就是佛 就是菩萨 佛菩萨阿罗汉 用正了 这个正跟邪 与迷雾有关系 你真正觉悟了 当然你什么都用得正 如果你是迷惑颠倒 自然呢 你就用错了 所以这个智慧 德相 这三样东西 是自信里头 本具的 真的是 不生不灭 这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如来的智慧德相 我们有不是没有 那么德 德就是涅槃寂静 普贤的 十月 文殊菩萨的 十波罗密 十度 这是德的表现在外面 没有起作用的时候 就是涅槃寂静 起作用的时候 就是十月 十度 大用无方 这个大用就是 随众身心 因素质量 应于什么身得度 佛菩萨就能心什么身 那个作用太大太大了 那么相 相就是色身相位 相是物质 是物质 智慧呢 这智慧是心 我们现在讲精神 精神是属于知识的 智慧变现出来 这个物质就是德的相 德是本体 涅槃寂静是本体 这个身边深度 大用无方是本体其有 所以德是纯净 所以德是纯净 纯善纯净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佛教是从这个地方 兴起的 是根据这样的一个道理 四十真相 来教化众生 德尊普行 第一个 我们要学离境 这一点有没有做到 一定要落实 在生活里面 首先在家里面 对父母 对长辈 一定要有理 在外面有理 心里头有敬意 这个一定要学 这个普贤的诗语 文书的是波罗密 在华严经上 是法身菩萨 他们表演出来 也就是说 正德法身之后 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不是学来的 我们今天迷失了本性 那怎么办呢 到哪里去学呢 学佛菩萨的样子 学久了 慢慢自然就习惯了 学习呢 它就会成熟 就会久 这个是 帮助我们 民心兼心的 一个好方法 华严经上 幕后还有一句 第一句是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的相 后面说的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那妄想执着我们人人都有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 你就不要怕它 华丁 可以断得掉 我们在前面曾经做了一个 凡胜迷雾 示意图 我们用三种颜色 三原色 这个红黄蓝 这个三原色 就是无量的这个颜色 都是这三种色变出来的 这三个色是根本 Bird也是它变出来的 这三原色 我们用黄色代表妄想 用蓝色的代表分别 用红色代表支出 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个 示意 那么这是黄色的 现在的问题 我们如果有了妄想 有妄想 就好像我们割了这一个 这一张是黄色的 还是看外面还是很清楚 但是外面通通都加上黄色 这是一层 菩萨就是这个样子 成了佛了 大家都没有了 都没有就成佛了 如果有这么一层 这是菩萨 那再加一层 再加一层蓝色的 就像我们现在戴太阳眼镜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清楚 看太阳眼镜 如果再加上执着呢 那就再加上红色 这个就很难看 就几乎是看不清楚 在外面看不清楚了 看得很模糊很模糊 那么你要晓得 妄想分别智者 有没有障碍我们的眼睛 没有 我们眼睛好好的 没准没障碍 有没有障碍外面经济呢 也没有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个东西是妄想不是假的 所以你就晓得 妄想分别智者 没有障碍我们自信 也没有障碍外面的经济 问题就出在这个上面 所以佛教你把这个东西放下 你放下了 放下了执着 就叫做阿罗汉 那么再放下分别 你就是菩萨 最后呢 把妄想也放下 你就成佛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佛菩萨阿罗汉在哪里 就是你自己 不在外头 就是你本人 所以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东西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因为我们迷失了四十真相 才产生的 虚妄的 妄想分别之主 这统统不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当然可以放下 是真的 当然可以恢复 所以你真的放下之后呢 你才想到 我们现成间接 全身 没有放下的时候 佛菩萨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放下之后呢 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 问题就在此地 放下之后啊 你才恍然大悟我 真正了解宇宙人生是个什么 所以你的信德 自然显示 离经祝福 不要叫我 无论对哪个人 都是真诚恭敬 所以我们不能对人真诚恭敬 马上就觉悟 我迷惑电脏 我把我的信德丧失掉 我们自己的德行 跟一切祝福完全一样 没有两样 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不了解 这个这个这个 事实真相 毛病就是处在 妄想分别之中 称赞如来 在我们现前呢 对峙什么 对峙嫉妒障碍 我们看到人家好 我们不会称赞 我们还去挖苦他 还去障碍他 错了啊 这个是 他有没有损害呢 他没有损害 我们自己损害太大了 自己造罪业 人家有福 福报不会减少 他有福报 任何一个人都伤害不了他 这是因果的定律 人家中的善因嘛 一定有善果嘛 你怎么有能破坏 你能够破坏的 因果定律被推翻了 那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只有自己造罪业 自己将来要受苦报 这冤枉啊 那你要是看到人做好事 赞叹的时候 那你就修了功德了 我们将来就得好果报 所以都在因练之间 因练错了 自己造罪 因练觉悟了 自己 自己 所修的这个功德 福德 绝不亚于那个人 他有多大的福报 我也有多大福报 他还去做了 我只是赞叹 这个赞叹是从内心里面 出自于内心 真诚恭敬的赞叹 那么同样赞叹的时候 得的国报不相同 那就是你的心不一样 就真诚心的 那个纯度不相同 那么第三 广修恭养 恭养 你看广修 跟第一条 离尽祝福 那个没有范围的 对一切众生 自自然然的 会布施 这个布施 就是供养 真诚恭敬心 布施叫供养 所以菩萨 如果不修 普贤行 不能称福 为什么呢 菩萨修布施 普贤修供养 同样的布施 就是一个是有真诚恭敬心 一个是差一点 所以他就称不了 那么既然布施 为什么不用恭敬心 用恭敬心就变成普贤行 没有恭敬心的时候 你的布施就普通 一般普贤 这个道理要懂 同样布施 就是那个念头 差一点点 所得的 获得的果报 大大不相同 普贤 只得是什么 佛经上唱讲 先包太虚 两周杀戒 普贤菩萨 那就量大了 中国人常讲 量大复大 那个量 心量大的人 布施一块钱 给心量小的人 布施一块钱 果报完全不相同 心量大的人 他一块钱布施 能够得无量无边的福报 那心量小的 布施一块钱 能得十块就不得了了 就很难得了 不能比啊 你为什么 把心量打开呢 为什么老是小心量 这就是普贤菩萨 跟其他菩萨 不相同的地方 心量太大了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这是普贤菩萨 光修共养啊 业障 我们都知道 自己业障 真的重啊 不是假的 很重很重啊 齐心动力 都为自己 这就是业劲 我们自信 就是本来 本来没有齐心动力 更没有分别之处 本性是 本性是 涅槃情境 涅槃是繁语 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的意思 就是底下的极菌 中国人称极菌 印度人称涅槃 我们把这个 统统都写得 极是什么 极是不动 这些心不动啊 不动是真心的 动了的时候就忘心 有念头呢 就动了 没有念头是不动的 那我们今天念佛 懂了没有啊 动了 那不念佛呢 不念佛动得更厉害 胡思乱想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 对峙我们胡思乱想 那到什么时候成佛呢 念佛念到 什么妄想都没有了 把这句佛号打掉 就成佛了 如果有这句佛号 是菩萨 这句佛号丢掉的时候 就是佛了 回归到自己 所以念佛是个手段 是个方法 不是目的 这个一定要懂得 实在讲啊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胡思乱想 咋念打掉 可真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的时候 头一个目标 就希望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去 亲近阿弥陀佛 再把这个妄念断掉 所以这个法门的书身 就在此地 你说是八万四千法门 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支撑 你决定不能够真的 换一句话说 你出不了六道的灰 因为说八万四千法门 都要断烦恼 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比喻里的讲 红色的没有了 执着没有了 正阿罗汉出六道 脱离六道了 六道外面呢 还有四神法界 就是十法界 还有四神法界 四神法界 必须要把蓝色的 把黄色的也要打掉 都不要了 才能超越十法界 很难很难啊 唯独净土法门 不需要 三个都有都没关系 那这个对我们就方便了 我们才有救啊 这叫什么 待一往生 就是我们妄想分别支撑 没有断 这是一样 我们可以带着走 你要知道 其他任何法门都不可以带 你带着决定去不了 只有净土 净土带怎么样呢 可以带就业 不能带信息 这在什么时候讲呢 灵命中是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 心里面 没有妄想分别支撑 只有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了 所以能不能往生呢 不是平时 最后一年 那平时是什么 我们在练习 我们要练得很熟啊 不要到那一年就忘掉了 这就麻烦大了 多少念佛 佛人念了一辈子 到最后一念的时候乱掉了 所以他去不了 这个东西跟打仗一样 平常操练的 练兵的 最后上战场 才管用 平常我们念佛 我们在那学教 都是在做准备工作 所以道理 你要搞清楚 道理清楚之后 我们的信心才坚定 才不会动摇了 我就一门深处 始终就学着一个法门 肯定有成绩 如果道理不清楚 这个法门也好 那个也好 你学上许许多多法门 你心就乱掉了 那个成功的机会就很少 凡是一门深处 成功的机会就很大 你看看 净途深陷路 往生转捩 然后你再看看 我们现前有不少念佛往生的人 往生的人 哪一类的人最多呢 不认识自己的人最多 阿公阿婆很多 为什么呢 他们老师 他就学一样 他没有能力学那么多 不认识字 没有能力学那么多 他就学一样 结果他学成功 多少聪明人 这个要学 那个要学 学禅 要学绿 要学静 还要学谜 学得一大堆 到最后 哪里都去不了 还搞轮回 这就错了 所以真的 比不上阿公阿婆 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真能往生 真到极乐世界 亲经阿弥陀佛去了 我们还要搞六道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忏悔业障 要注重在这一点 只要我们 离开 尽咒 就是 离开 阿弥陀佛 离开 弥陀金 或者是 无量寿金 去搞别的 都叫业障 那我们现在听 华严经 行不行 行 华严经为什么行 华严经是大本 无量寿金 也就是说 无量寿金的详细讲解 可是你要修呢 修你就不要用花言 为什么呢 太多了 那么修 如果你没有疑问 如果你没有疑问 你真的专心 你就采取 阿弥陀金 小本 如果你还有疑惑 那你就念 那你就念 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 是阿弥陀金的诸解 华严经 是无量寿金的诸解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古人讲 这三步进 是一步进 就是一个细讲 一个简单的讲 一个是最简单 让你日常做功课 修持 修持用 所以我们用功 依靠 一定是依靠这年中 或者是无量寿金 或者是阿弥陀西 就可以 年中学义这种就行了 这个华严经 有机会听 很好 可以帮助你 化解很多点疑惑 你的疑问 断义神信 第五 随习功德 看到别人 有好的事情 要知道随喜 不能有嫉妒 这跟前面称赞如来 意思不相同 称赞如来是 看到别人做事 做的是善事 如来是信德 跟信德相应 就是跟善相应的 我们赞叹 跟善不相应的 我们不赞叹 但是也有礼尽 有供养 只有只是不赞叹 当然也不随喜 因为随喜下面是功德 你做的不是功德 不随喜 所以他做的是功德 功德是善事 善事里面 为什么称功德呢 因为他不求果报 那就是功德 做善事 求果报 就变成福德 所以在这个大臣教里面 告诉我们 不着相 我们做种种善事 痕迹都不住 这是功德 做善事 求果报 我为什么做这个 我要想将来得什么好处 那就是福德 那不是功德 这个一定要懂得 功德呢 对于回归自信 有很大的帮助 福德没有 福德是回不了自信的 归不了自信的 福德的果报 都是在流浪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世界 做大官的 富贵人 发大财的 那都是修的福德 过去生中修的福德 所以看到也不用羡慕 很平常 为什么呢 我只要修来生 我就得大福 大福大贵 我也都能得到 问题你肯不肯修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看 现前这些富贵人呢 并不快乐 富贵人呢 还有很多是迷惑颠倒 还在造很多业 造业 那么他的福报 想尽了 来生就没有了 来生一定往下坠落 你把这个四世真相 看清楚了 你对于 这个人间天上的富贵 就不会有 羡慕的念头 觉得这个 没什么了不起 这不是好思 还是到极乐世界好 怎么比 都比不上极乐世界 这个要知道 到极乐世界 可以成佛成菩萨了 真的 永远不再搞轮回 不再搞十八戒 那么到极乐世界去 再到这个六道十八戒来 会常常来 来干什么 来救中生的 不是来受报的 我们看这个美国 魏斯医生的报告 他从催眠书里面 发现 这个世间人 到这个世间来 两种人 一种人呢 是来受国报的 另外一种人 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受国报的 这跟佛法讲的时候 很类似 佛法讲两种人 一种是业报来的 所以人生仇业 受法界的众生 业报来的 另外一种人呢 就佛菩萨 业化 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的 所以你能到极乐世界 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是来度众生的 菩萨 沉愿再来 不是凡夫 不受业报 这个道理 不能不清楚 所以 见到人做好事 随喜 随喜的功德 给那个做好事的人 功德一样大 他做多大功德 你随喜 你也就得多大功德 要回秀啊 比如说 下面这个 秦转法轮 这是好事 这是秦法师 大带的讲经说法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随喜 秦法师到这篇讲经 当然需要财力 也需要人力 我们全心全力地帮助他 实在帮不上忙呢 我们赞叹 宣扬他 某人呢 秦法师在哪里讲经 希望大家都去听 这都是随喜功德 不用花钱的 你诚心诚意随喜呢 跟他那个离秦法师 那个人功德一样的 这就懂啊 可不能做破坏的事情 做破坏的事情 障碍的事情 那个罪过去 跟那个秦秦的人 是相反的 他有多大功 你就有多大罪 那个麻烦可大 他的功德越大的时候 你的罪过去越大 这都不能不知道的 那请佛诸师的功德 是最大 因为毕竟 这个上上更新的人少 停一步进就开悟了 还没见过 必须要把这些大德们 我们供养他 请他住在这个地方 常年的教导我 时间越长越好 这个功德就大了 为什么呢 长期 长时期的熏修 我们才有开悟的可能 一门深入 长时期寻修 道理在此地 那么真正念佛道场 金宗道场 讲经除了金宗这个 五金一论之外 其他的金一律不讲 专修金业 可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四门工库 地质柜 感应片 十三叶 杀灭绿 这四样东西是 共同空 不管学哪个法文 统统要学的 这是根基 这个是戒律 持戒念佛 你没有这个戒律 念佛不能忘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瞧不起这些 阿公阿婆 阿公阿婆不学这个 你仔细看 他通通做到 为什么 他老实嘛 善良嘛 厨师待人介物 没有私心 没有我意 这他做到了 我们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 所以我们必须 要学这个四门戒律 这四门东西学好了 才是真正持戒念佛 第八个 常随佛学 我们 敬宗的学人 跟哪个佛学呢 跟阿弥陀佛学 所以常随佛学 这个佛 就是指定阿弥陀佛 不是其他的佛 那怎样才跟阿弥陀佛学呢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就读无量寿经 对无量寿经的意思能了解 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 条条我们都把它落实 这个就是学阿弥陀佛 如果说无量寿经太多了 那最重要的 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释迦摩陀佛 转述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话 所以四十八月不是释迦摩陀佛说的 这个要知道 我们都能够做到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第九啊 要很顺中心 昨天讲得很清楚 顺这个字很重要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随身呢 有自己的意思 就不能随身 总认为是自己是对的 所以很顺呢 必须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 才能随身别人的 自己没意思 你不知道啊 自己没意思才真快乐 心地才清静啊 没有烦恼啊 自己有意思就有烦恼 就有业障 所以昨天我举这个 这个日本江本波斯的水事业 水没有意思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没有起情 没有动力 它能随任何人的意思 这个我们要跟他学啊 祖师大德常常用镜子来做比喻 我们早晚都要照镜子 我们要学镜子 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 镜子照外面清清楚楚 那智慧 一点都不迷惑 决定没有起情动力 决定没有分别支柱 这就很顺呢 如果这个镜子有执着 我喜欢他 我照他 别人来的时候就照不到了 那他就有执着了 哪个人去照 都照得很清楚 可见他 他没有支柱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分别 我们如果懂得 祖师这一句话 用心如尽 那你就在修普行行 那么中国古人这个教学 也是从这个地方下说 孝顺 中国的教育就从这里开端 到终极的目标 到终极的目标呢 也就是完成 孝顺 从孝顺父母 达到孝顺一切中生 中国人说的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有 这个是孝顺的发展到极致 母后一条 菩解回向 实际上 八九十都是回向 第八是回向菩提 第九是回向众生 第十是回向实际 实际是什么 实际是本性 换句话是 我们所有一切的修学 绝对不是为民文立养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是回恢复本性 回归本性 利益一切中生 用现在的话来说 真的明白通达了 为一切众生 无条件的服务 恒顺众生 就是为众生服务 全心全力去协助他们 这叫普贤德勒 如何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和落实在初世待人皆无 那就是你的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也为了 行一谱文书 文书这是也是十条 是波罗密 波罗密 他的意思 就是圆满 就是圣中圆满 什么圆满呢 普贤德的圆满 普贤德如果离开 这个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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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德使 抽象的 那就不是四十 所以普贤德使 落实在 文书 是波罗密里头 十中圆满 第一个 不实 这个不实里面 居足 谱行 是别 不实 有才不实 有法不实 有无微不实 不实的时候 都要有礼尽 都要有称赞 都要有供养 忏悔 随喜 通通都要去做 乃至于后面 随学恒顺 普贤回想 下面每一条 都是这样的 所以每一条里头 通通居足 普贤 十元 这就叫 普贤型了 如果你修 十波罗密 没有普贤型 那叫菩萨 菩萨是 波罗密 如果有 普贤 愿在里面 那就变成 普贤型 普贤型 是臣佛之道 比菩萨 高很多 所以这个要懂得 财不实 财有内财 有外财 外财是钱财物品 你是谁个需要的人 内财是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劳力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精神 时间 这个都是内财 那像现在 这个道场里面 所说的义工 我们到道场里面 来服务做义工 内财不实 内财不实 得的国报 比外财 殊胜 外财他有钱 他拿钱来 来不实 他人没有来参与工作 所以比不上 道场的义工 道场里面 做义工的时候 比那个外面 出钱来 护持道场的人 功德还要大 这个道理要懂 但是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道场人很多 看这个不顺眼 看到我心里一生气 功德却没有了 就却光了 活烧我功德林嘛 一定说 一定要记住 有普贤德了 那功德就决定 是不会 不会设掉的 所以既然到道场里 做义工了 千万不要火烧功德林 那你的亏去吃大了 你也白来了 你还不如不来 财不实 的财富 法不实的聪明智慧 无微不实的健康长寿 法里面是直佛法 这个道场讲经说法 是法不实 临终念佛也是法不实 都在这修行 无微不实里面 头一个就是素食 我们在道场素食 是无微不实 不舍众生肉吗 不给众生结冤仇吗 那么在道场里 看到一些小动物 要爱护 不要伤害它 这是有无微 无微是叫一切众生 离开恐怖 这个叫无微不实 如果像蚊虫 蚂蚁 蟑螂 这些我们看着 想把他打死 那这就不是无微 是杀生 没有杀害的心 杀害的这个念头 没有杀害众生的行为 这是属于无微不实 持戒是无微不实 持戒的人不偷盗 你东西丢在这里 没关系 很放心 这都没有人拿过 你没有恐怖 像这些都是属于无微不实 第二个持戒 持戒善呼善业 那么这最基本的 就是十三一道 不杀生 不淫于 不偷盗 这是生 生三一 口有四一 不妄语 不念学 不悟口 不欺语 一三一 不贪 不辰 不辰 不吃 与世出世间法 都一样 所有一些戒律的精神 离不开十三一道 所以十三一道 是戒律的根本 第三 忍辱 心贫旧 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 物云都要忍 忍 忍自己的贪旋 忍自己的功德 我们能不能有成就 全靠 你有没有忍辱的功夫 你能忍就有成就 不能忍往往稀有难逢的机会失掉了 那真真可惜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我早年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尽教 我们不是台中人 就是外地来的 当地的同学 有些对我们很好 有些看我们不顺眼 找麻烦的很多 常常有 那你看你能不能忍呢 那你要不能忍 掉头就去了 算了 我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们跟老师学习机会失掉 我对于这桩事情很清楚很明了 我在台中 这个处得好一点的同学我就跟他们说 只要老师没有赶我走 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赶我走 我都不会走 为什么呢 我东西没有学到 我说等我学到家的时候 你请我来我都不来 我没有学成的时候 什么使用什么方法 我都不会走 我能忍 不容易啊 很多人就不行啊 我那个时候还找了一个出家人 我出家之后 找出家会员发死 以后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 在想前几年往生了 这人很聪明 我把他找到台中介绍给了李老师 在台中学尽教 住了十个月住不下去了 走了 还去干他的本行赶紧前去了 所以他不能忍就不能成就 我在那里能住十年 他十个月就不行了 不容易啊 人家给你羞辱一顿 你就受不了了 你怎么会有成就 不能成就 你到这个场来干什么的 不是来让大家赞叹的 不是啊 我是来学道的 学佛法的 所以自己的目标 方向要认识清楚 我们才能够经得起考验 老师教 教的道理 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修行 对我们很好的 我们要忍 人生不生贪恋 对我不好的要忍 不生成贪 那功夫不就在这学出来的吗 所以你能够想到这里 哎呀 都是好老师 都是善知识 老师教我 他们成就我 没有这些人 我怎么会成就呢 成就我的人 那个恩德 跟老师教诲的恩德一样大 心平气候 什么书都没有了 他侮辱我对他公公敬仪 他批评我 我赞叹他 所以一切人呢 都很好相处啊 不要放在心上啊 放在心上是受人家的气 几天都消化不了的时候 这个对自己身体伤害太大 那个亏就吃大了 所以要学得聪明 要学得有智慧 就任如心平气候 金金专一不谢 这个老师 他就是这样教我 跟李老师学金教 只能学一样 你同时学两样的 不教你 直接了当就告诉你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只学一样 一样东西学 学好了 要他承认 老师说 行不错可以了 你才可以再学一样 那么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 你学这一部金 你上台去讲 他在下面听 听得很满意 再学 大概我们在台中的教室 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老师在南地听呢 在最后一排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扩音 你讲要他听得见 他听不见不行 所以他做最后一排 那么一遍 讲到他不满意 再讲第二遍 所以学一部金 有的时候 讲很多遍 讲到他点头满意的时候 你才可以再学一部金 那我在台中第一部学的 是阿南问世佛基兄姐 那个金余多少呢 好像这个纸四张 四语 把面 小不经啊 你学太大的 他不教你 你没有能力 一定从小 再学到大 我在那里十年了 学了五部金 第一部就是个小菩提 阿南问世佛基兄姐 第二部学的呢 阿弥陀经 也不多嘛 不菩提也是几页嘛 第三部学的分量大一点 普贤菩萨行愿品 就是大家常常念的一句 这个十大愿望的一句 华严经最后的一句 第四部金刚经 第五部是大经 大佛丁熟了眼睛 我们学的时候都要讲 不讲不行 一定要讲 讲到老师满意 这十年修五部啊 一九七七年 三十年前 香港的同修 有个协道连去寺 圣怀法寺 圣怀法寺现在还在 协道连已经往生了 几年前往生了 他们两个在台中 不是在台北 听过讲经 听得很欢喜 听完之后 就邀请我到香港来讲经 讲了一句 第一次到香港 讲四个月 香港两个月 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 接线街 后面两个月呢 是在寿远老和尚 南唐道 他的一个道场 在南唐道 寿远老和尚 讲了四个月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时候 很有把握 任运经的时候 李老师通过了 我们学讲的时候 都通过了 所以在这边 讲得也很轻松 那个时候 香港还有一个 楞严经王 就是守楞严王 海人老和尚 九十多岁了 住在大雨山 我去拜访过他 好像第二年 他就往下来 九十多岁 他是一身 专讲来人 那么听说当时 他下面有六个学生 做他的学生可不简单 任运经很长 要背 不但经文要背 注节还要背 我的时候听说是 他用的注节是 偶叶大事 任运经文句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选这个本子 偶叶大事 问英文句 连经代注节都要背 这个可不是有意思 这不是小步进 是大步进 严闷深入 那个老和尚教的学生 有道理 专攻业步 这个基础深 根深低谷 这很有道理 现在用这个方法 恐怕都没有人可能学了 尤其是大步 背注节太困难 第四个 禅定 禅定 禅于成定 禅定就是三类 三类是繁衣 意思 正番叫正受 正常的享受 正常的享受 在禅定 那么换句话说 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 欲戒 欲戒的享受 佛讲的说 五道理 欲戒众生 苦乐 忧习 欲戒 无中受 欲戒 不正常 苦乐 忧习 谁统统没有了 这叫正常 身 没有苦乐 心 没有忧习 这个才正常 那在这个六道里面呢 谁能得正常呢 四界天正常 无四界天正常 欲戒六层天以下 统统不正常 所以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 佛经也常讲 四禅八定 他们得产定 所以得定呢 一定要欲 要舍掉 欲是什么 财色明识税 叫五欲 这个五种的时候 只要有一样 你没有舍掉 你就不能得定 去禅定就不能成功 去修 那是一桩四九 利益 是真正的因素 对财色明识税 还有一丝毫贪注 定得不到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但是 这个日 一定要把它 降低 要把它淡化 断不了 要淡化 越淡薄 越好 在欲戒天里面 六层天也是如此 你看 四王天 涛利天 是佛报 你修的是 做善 修福 神这个天 夜摩天以上呢 就要修定 那个定什么 没成功 不及格了 但是他有修一点 定功 也就是说 对于 欲望 稍微淡一点 他就能生 夜摩天 那么再淡一点呢 他就能够生 都摔天 还要淡一点 这层 化落天 到很淡薄的时候 踏化自在天 再上去 又就断掉 这就捨掉了 捨掉之后 就掉粗产 就到世界天球 到粗产天球 粗产是什么 是凡天 凡就是清净的意思 利欲 才清净的 不利欲 不会清净的 所以这个禅定 定是 一定要学的 忍辱跟精进 都是禅定的基础 不能忍 不能精进 是决定 不会得定 定 然后才开智慧 这个智慧 是真的智慧 所以世间人 有没有智慧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五余六成 他没失掉 没放下 他哪里会有智慧 那么还很聪明 聪明 佛经里面讲的 世之变聪 世间的变才 聪明 他有 不能成智慧 佛家的智慧的标准 是从定当中生的 就是清净性 你看金刚经上讲的 信心清净 则身实相 实相就是智慧 必须心底清净 这个无量寿金 晶体上讲的 清净平等 下面就是智慧 心底要 真诚 清净 平等 就开始智慧了 智慧开了之后 好啊 为什么呢 什么都通了 什么障碍都没有 那是真智慧 聪明不信 聪明有的时候 把事情判断错误了 自己以为是这样 其实 过一个阶段之后 被人发现了错误 那个错误造业 自己要负责任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佛家的教学 自实至宗 都是将智慧 那么持戒成定 都是方法 因戒得定 因定 开会 所以这个戒定会 称之为三许 会 是目标 禅定 是手段 持戒 是手段的手段 最初方便 不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同学们 学习 一定从地质规开始 地质规是戒律 是最基本的戒律 由地质规 学感应篇 就很方便 有感应篇 学十三页 就没问题 再学沙米利语 这是顺水推舟 轻而易举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 在家同修 十三页做不到 出家的同修 沙米利语做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为什么不能成就 根没有了 像树木没有根 它是死的 它不是活的 做得再好看 花瓶里面插的花 几天就死了 这个要知道 为什么古来 无论在家出家 他有那么大的成就 他有根 他有根 这个 地质规什么时候叫的 从小学 所以古时候 重视家庭教育 父母不认识字 他会把小孩叫好 他懂得伦理道德 懂得善由善报 我由我报 他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能把小孩带好 那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 香港这个地方 我看至少断了七代 差不多 你们没学 你们父母也没学 族父母 曾族父母 高族父母 都没学 断了这么多代了 又是这个问题 严重了 真的叫 一代不如一代 变化太大 我初到香港来的时候 三十年 三十年前 香港人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香港人还不错 比现在可爱多了 那么你在想三十年之后 都是香港人 哎呀 很可怕了 又再不如一代 三十年前香港没这么多高楼 最高的一栋楼 那是刚刚 我来的时候听说 刚刚建好没多久 五十层 靠那个海边 那个窗户是圆形的 那是香港最高的一栋楼 那个时候没有地贴 从九龙到香港要坐渡栏 还挺有人情味的 现在这个交通 把整过 我们讲中国人家风水 整过风水破坏掉了 人只知道往前看 拼命在那里 怎么样取出来赚钱 不择手段 不得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现在诸位 学佛 心平气活 就是健康之道 不能生病 现在生病不得了 为什么呢 假药太多了 哎呀 这个卖药的人没有良心啊 那个药吃了会送命的 现在医生真正有道的 医德的也少了 随真的 生病赶紧念佛 求神进度 什么念头都不要想了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 饮食 我听说饮食里有很多最佳的 你看我们吃素的素材 农药化肥 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 绝对没有好处啊 怎么办 我还听人告诉我 大陆上那些 北方的 这个黑木耳啊 现在有人用假的木耳染黑色 染色 这怎么得了 这一来是连菜都不敢吃了 肉是决定不能吃 我参观过 这个养猪的 那个那个那个牧场 养鸡的 这个工厂 我就参观过 我就看的时候 小鸡 那工厂的人告诉我 滴了一只小鸡 放在我手上 跟我手掌一样大 手掌一样大 小鸭 一样大 他问我 他说发生 你看 这个鸭子 出生几天 我想至少一个星期 大概一个星期到十天 才能长这么大 那么出生的时候 这一点点大不可能 他告诉我 就说两天 还有我吓得心一条 这还能吃啊 说打针啊 打什么 打荷尔蒙 叫做快涨啊 所以他鸭子 多少天卖呢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卖到北京烤鸭 在北京烤鸭三分之二 是他们那里提供的 这还得了啊 两天这么大 所以两个星期就变成大鸭 全是化学饲料味的 那个东西吃了 不长病才怪了 所以我回来告诉他 从前还有人吃鸡蛋 不可以吃 鸡蛋鸭蛋都不可以吃 我亲自就看着 太可怕了 听说猪 一只猪的时候 也只于几个月 就杀了就卖了 所以现在人呢 吃肉的人呢 奇奇怪怪的病 很多很多啊 你就想到病从哪来的 古人家的病从口如啊 一点都不错 这还能吃吗 海鲜 海水的染污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在看的时候 三五十年之后 人吃东西没东西吃了 这个世界还能够 还能活得下去吗 三五十年之后 人吃的全是毒 那就是弥陀经上 不 无量寿经讲的 饮苦是毒 有这么一句经文呢 大概到那个时候 你看这个佛菩萨的预言 在经上的预言 你就晓得了 饮苦是毒 这些现象呢 这些现象呢 我们今天看在眼里 不能不提高警觉 要下定决心 要下定决心 求生净度 这个世界 没有可留念的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科学家 报道的 南北极的冰 地球变暖了 都是人为的 加速度地在融化 科学家 估计 预估是 五十年 但是联合国发表的 大概是前年发表的 一百年 两千 一百年 我们这个地球上 再也看不到冰了 冰没有了 冰没有了 换句话说 海水就上升了 南北极的冰全融化了 海水上升七十米 那么换句话说 海拔七十米的 这个远海的都市 统统淹在水里头 这个是现在 一般人都知道的 科学家给我们 说五十年 联合国发表的是 一百年 很快 当然它不是突然的 年年在化了 海水年年在上升 在我想升年之后 我们香港填海的地区 我们都淹掉了 没法子再淹 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海洋的面积扩大了 陆地慢慢就缩小了 那么其他的灾变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知道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状况 对我们来讲 不是坏事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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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事呢 让我们不敢不念佛 求生进度 只是说不求生进度 没路过走了 逼着我们非干不苦 要真正加紧用功 非干不苦 所以是好事 所以是好事 不是坏事 逆增上也慢 所以有定呢 才有波如 智慧就开了 这第六条 波如 就善观描发了 人智慧开了之后 这个看法跟我们凡夫 完全不一样 智慧开了之后 你见到诸法实相 一切万法的真相 你看到了 头一个看到的 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我们现在看一切众生是众生的 看佛也是众生的 到智慧开了之后 你就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是真佛不是假佛 就是现在他面前有了个障碍 其实障碍并没有障碍他自己 也没有障碍外面 就是那一层虚妄 他没有放下 放下不放下 那没有关系 确实他是政府 所以你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心 自然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真相 所以掉以清醒的 清慢的 傲慢的 看到真相就不是的 自然的 这个普贤德也具足了 那么看到一切众 皆是不生不美 所以佛经上讲的 涅槃极尽 你就完全明了 明了就是真的 入佛的境界 所以没有剥弱智慧 也不行 就是三种烦恼 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往下 田丁 丁供身的时候 放下两种 放下了支柱 放下支柱 六道轮回没有了 出了六道 再放下分别 然后再破一篇污名 这一份发生 脱离了设法界 设法界的 一正庄严的真相 你完全明白了 不需要学 张爱去掉 自然你明白了 所以佛法修行 没有别的 去张而已 用什么方法去张呢 放下 弥勒菩萨教人 弥勒菩萨在中国的化身 叫布袋和尚 所以中国人 造弥勒菩萨的像 都造布袋和尚的像 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 跟岳飞同时代 出现在浙江 人胖胖的耳朵很大 满面笑容 每天背个大布袋 人家供养都 他也不看 都往布袋里放 所以有人问他 什么时候佛法 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 两个手掌握 要告诉人 这就是佛法 人家一看着 这放下 放下以后怎么办呢 他把布袋低起来就走了 让你去想 放下之后还要提起 提起什么 提起要帮助苦难众生 不是放下就没死了 放下是自己没死了 众生还有死 要顾虑他们 你要做众生 你看看 先要放下 你先放不下 你中不了众生 所以首先要自己放下 这个很重要 下面第七 方便随便交往 这方便不论 方是方法 便是便宜 也就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待人节物 要用最恰当的方法 这个方便就是最恰当的 最合适的 所以这个方便就没有一定 对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时间 不一样的事 没有一定的原则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去处理 会处理得非常恰当 因人因死因尸不一样 所以说方便有多门 真的是无量无边 归云无二路 方向目标是一个 决定是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可是方法 你看在佛法里面讲 八万四千发门 这是方便 无量发门 这是方便 它是活的 方便从来 方便是波罗波罗蜜 来的 它有智慧 所以它这个智慧 在生活 在工作 在待人介物 就用得非常灵活 非常的善巧 巧妙 你看 随便 最方便是随缘 教化众生 不是为自己 自己的受用 是波罗波罗的 后面这个四条的 都是离他的 都是为众生 所以为众生 头一个 也要懂得 善巧方便 你才能帮助众生 成就众生 你比如说过去 学佛 确实 就是从十三叶学起 出家的时候 就从沙米利学起 现在为什么学地磁亏呢 要学感应片呢 没有这两样东西 你一定十三叶跟 沙米利 决定做不到 这个就是在 今天的方便 过去人为什么做到呢 过去人从小在家里 这两个都学会了 他有根了 我的老家 那个地方比较落后 距离这个 远海比较远 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 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好在哪里呢 污染的时间短 所以我们家乡 这个传统文化的断层 大概是三代 还有旧 还很好旧 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 我十岁离开农村 受这个像弟子归这些教育 都是十岁以前 二岁有根 那很管用 一岁到十岁 能够在这个画画世界 没有被染污 就靠那点根气的作用 所以我们到汤池办这个实验 把弟子归放在农村里面来教 我原来想法是三年 才能看到成效 没有想到三个月就看到 怎么人这么好教啊 可是要在香港教的话 三年都不行 你看我们在那儿教了一个镇 一个乡镇 十二个村庄 居民总共有四万八千人 三个月能教好 受到效果 我们在香港同住的这一层大楼 三年都教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断了六七代了 断了六七代了 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栋大楼住的人多少 我们的奖金 他们上上下就不来听啊 这就是说明 这个传统教育的端层关系太大了 我们真没想到 这个汤池教学一年 这样殊胜的成功 你看这是三宝加持 祖宗又得了 联合国来找我 我是很想把这桩事情介绍给联合国 叫他来找我 我们找他很难了 他找我就不难了 所以他来一找我 我非常欢喜 赶快去 去干什么呢 我们汤池这个推销展览 我们把它做一个销售发表会 当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 推广的一个介绍中心 太难道了 联合国总部给我们来推销展览 非常成功 这个三天的展览受到很大的效果 教科文组 只是由192个国家代表 等于是把这个就介绍给全世界了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在那干这个事情 就是为这种事情 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方法可以化解冲突 可以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目的达到了 就我那个汤池我就不做了 我送给政府 希望政府继续干出 我们不干了 我们讲话也就不搞这个事情了 没人干我们才干 不干人家不相信 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开过很多次 到最后我们把中国这套方法介绍 介绍就给大家 结果大家听得很欢喜 最后问我一句话 法师这是理想啊 不能落实的 做不到啊 所以我才要做个样子给你看看 可以做得到 我做到了 我到联合国告诉他 行 这个方法能做到 只要大家好好的从地自规 从感应片十三夜学 世界就会和平 问题就能化解 所以我们干这个事情 目的在此地 过去人家不晓得 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企图 有什么目的 我们企图目的 就是把它介绍给全世界 特别是给这些从此世界 和平工作的这些人 让他们有一个信心 这个方法能做得到 开会也不行 开不出来 那么不会有结果 那么欧美有一些人的时候 少数人 用镇压 用报复 把这个只有结缘仇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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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也有不少人 慢慢在觉悟 那么用中国这套方法 还是英国人说出来 大概在六十年前 英国的唐恩比波斯说的 解决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修说 跟大乘佛法 他说出来的 那么现在的时候 进入二十一世纪 确实社会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多少人的关心 用什么方法 想不出方法了 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展览 做一个样 榜样 确实能办得到 这个都是方便随便交往 底下呢 愿度一切众生 这一条 是菩提心的根本 众生无必是愿度 看到苦难的众生 撑出元首这个心 自然就生起来 孟子所谓的 测淫之心 人皆有之 可是现在呢 比从前 差很多了 在从前的时候 你说一个老人在街上跌倒了 旁边马上就有人把他扶起来 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 美国那边的同学就告诉我 发誓千万不能做 我说为什么呢 应该要做的 你把他扶起来 他就告你 他说你把他推倒了 赖一下 要赔多少钱 那他可能问你 我要赔 要你赔一百万 赔你一百万 那还得了吗 所以他有法律的保障 让他法律保障去吧 我们不甘愿撑出元首 看到也没法子 现在的世界 逐渐逐渐去向法律 没有人情 没有道德 这怎么得了 法律并不完善 法律限制好人 奸巧人呢 他玩弄法律 所以装法律的漏洞 当然他有他的国报 只有规规矩矩 老实人受罚 但是受罚的人 国报在来世 这事虽然苦一点了 来世好 好人绝对有好报 所以这样 愿度一切众生 要有这个愿 那么法律上有很多的 我们也想办法 那么现在我们利用 网纪网络 利用卫星电视 来教学 这个方法好 这个方法真的是 有悖利而无以害 如果这个道场 我们有几个志同道获得 我们的上课 一天到晚不间断 我们网络把每天的教训 同时播出去 在全世界有缘的人 喜欢在一起学习的人 就得到方便了 要有这个愿 人有善愿 一定会成就 第九 列能摄氏 这个摄氏错误 这是一个错记 我的原稿上没有错 它就打错了 三边谁 一个走路 步 步的步子 三点水 对对对 大家把它改过来 三点水 一个步 脚步的步 是 就是我们有能力 在这个世间 不受世间的人物 不受世间的人物 这是利了 我们谚语里都有一句话 同流而不后物 就这个意思 我可以跟你共同生活 共同工作 不然物 不然物 然物是什么呢 贪嗔痴慢 我们不受然物 这个就是利 这是什么利 薄弱的力量 智慧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 决定不受人物 现在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也就是社会的诱惑 不会受诱惑 不会受恋物 最后一条 智戒真心一法 这个时 适中圆满最后 这个智 是善巧方便 全智 我们一般人讲智慧 这个是智慧的起用 起作用 通通都是用真心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对联上讲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的慈悲 以这样的心态 来应一切法 就是对人 对四 对五 我们都是用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心 慈悲心 除时待人已久 那么这个就是 文殊之德了 落实 在四上 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把它做到了 要大行量来做 成就圆满的功德 回归到自己 就是如来的智慧得相 只要我们的智慧得成就了 那个向自然就转过来 向随心转 向随我们的意念转 我们的意念多好 如果我们地球上的人 人人都照这个做 我们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里面所说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通通看到 所以一切要从自己心地上去做功夫 不在外面 不在外面 那么今天 另外还有一张 这张我看过 这张就没有做字 永明延寿大死 一段开始 这个境界很高 诸位常常去念 会很有受用 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后面的四句 一念心不生 六根总无故 就没有过失了 不思一无 即是本心 就是你心里面那些妄念统统断了 真心就陷进了 那就是真心 还有念头 就不是真心 妄心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将来有时间 我们再把这一篇 跟诸位再介绍 这篇也非常之好 里面当中有一句 于外暗活 但内宁静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希望外面 能够平安 能够安定 能够和平 从哪里做 从内心做 内心清净了 外面就安定 就和平 好 现在时间到了 今天我们就学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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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